那你今天要领这个钱做什么 要去装潢 要去装潢 家里是什么部分要装潢 啊 家里什么 什么地方要做装潢 家里有房间老旧 老佑 你是我这个月遇到第三次 说要来做装潢的 他们前两个 前面两次 他们也都是诈骗集团跟他们说 你来银行就跟行员跟警察讲说 你要做装潢的 因为他们 就是 想要让你是顺利的领钱 然后把钱骗走 所以债费集团都会跟民众讲说 去跟银行和警察讲说做装潢 对 跟你讲 因为群组 LINE LINE有没有加什么群组 投资的群组 不用啦 这是我的钱 对啊对啊 我知道你的钱 我的钱啦 是啊 我来自装潢就不行了 不是不行啊 这一点小小的意思而已 你跟你姐姐住 就没有这件事 那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今天应该是有办法阻止他去 领款 把钱领出来 可是你还是要去跟他沟通 因为 我们防得了一次 可能我们不可能永远都跟在他身边 他乃是不小心成功一次钱就出去了 没有啊你骗我 你骗我你弟弟在家里啊 他哪有在上班 他没有在上班啊 他不是上班啊 他在家里啦 在家里啊 他跟我说他在家里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不行好了啦 这样就比较干费啦 不要啦 今天不行 不行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你被骗了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被骗了 你没事领一百万然后讲不清楚说要做什么工程啊你弟弟又没有说要做工程 所以我觉得你被骗了 又不是怎么又不是 要是投资啊 又是什么 投资啊 不错